你 阿娘 嫦哥 阿娘 你怎么掉这么多头发啊 是不是最近身体不太好 阿娘没事 阿娘就是年纪大了 人总是会老的 我阿娘才不会老呢 我阿娘永远不会老 永远不会生病 永远都像现在一样 仙女下饭 嘴巴怎么那么甜啊 今日是不是 又偷偷溜出去了 我是偷偷溜出了宫 但是阿娘你放心 我没有人事 昌哥呀 阿娘有事要和你说 什么事阿娘 为何这么严肃 昌哥啊 你平日闹便闹了 阿娘从来没管过你 但这一次 你必须答应我 明日乖乖待在府中 谁请都不要出来 这是为何 阿娘听说 阿世勒布的使者 突然不请自来 如今已经到了长安 草原上的人要来啊 他们来长安做什么 虽说是来事 可一来就提出 要求切磋促鞠 谁都知道 这只是个托词 来跟我们比促鞠 这回可以好戏看了 昌哥啊 你皇祖父刚起事的时候 曾经答应 与阿世勒布议婚 虽说当时是权益之计 可如今乌城正在打仗 而宫中士林女子屈指可数 我担心的是 此次他们来回就是重提 阿娘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老皇帝了 他们自己都未必记得呢 你也太过担心了 昌哥啊 你还小 很多事情啊 还是不知道为好 阿娘不求别的什么 只希望你平安顺遂地 在长安城里 一时无忧地生活着 夫人 您不是要找殿下吗 殿下此刻回来了 阿娘 您要找阿爷 想必殿下刚回来应该不得空 我一会儿再去吧 诚哥 你先回房里乖乖待着 不要再惹你阿爷不高兴了 三娘 我阿娘 她不是一向都不愿意见阿爷吗 为何又想要见她 二叔 二叔 疼死了二叔 快放手 惹祸鬼 还嫌借电风头出的不够 又跑到我这儿来做什么 叔父 有您今日前来 是有礼物要送给叔父 礼物 拿出来看看 这是您刚刚迎来的 怎就舍得送予我 永宁自七八岁上 便随叔父一同骑马链剑 蒙叔父授予我武艺兵法 今日才得以披甲上阵 居城一战 永宁自私无为以为报 既然这把短刀是永宁亲自迎来的 自当是要送给叔父 小永宁终究是长大了 今日你触类旁通 以兵法为救手排兵布阵 做得不错 果然好刀 果然好刀 都怪这衣服不好 若不是因为这衣服的话 我定能赢了叔父 非也 方才那一招疏漏 本就是我留下的诱饵 你急于求胜 便落入了陷阱 可是叔父本身就比我强 如若我不咬朱山鸡鸡弓的话 那我如何才能取胜 强者弓弱者手 若是力不如人 就只能韬光养晦 才能等到成长壮大 反守为公之计 那得多憋致 这便是弱者手的代价 虽难受 但不得不受 如此才能存活下来 折服图强 不管是一人还是天下 接近如此 长哥 你要记住 好 我记住的叔父 好了 先回去吧 二叔还有别的事要忙 好 那我改日再来探望二叔 来 诚哥 回去替我向你阿娘们生好 好嘞 好 殿下 恕臣来迟 这几日身后的尾巴实在太多了 与老婆 走 不走 阿姨 南妈 沃 pięk 是你 不要 我ía 我不是 zelfiod 传到球场上面去的 只是当时局势对我们不太令 所以 昌哥才不得不